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海直达重庆 三峡工程还对长江中下游发挥着巨大影响 无论是汛期还是枯水期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2009年至今年2月 为缓解长江中下游汗勤 保证中下游航运畅通和用水需求 三峡水库多次加大下泄流量 已经为下游补水150多亿立方米 武汉港集装箱码头辽四港 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最大的专业国际集装箱码头 占武汉地区集装箱运输总量的70%左右 5000吨级船舶都可以在这里装卸集装箱 三峡工程使长江水道全面改善 航运事业迅猛发展 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到2008年 长江干线货运量已经突破12亿吨 它是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的29倍 它的直接GDP贡献是780亿元 它所带来间接的GDP贡献是12200多亿元 今天长江干线的货运量已经是欧洲莱茵河的三倍 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两倍 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 航运最繁忙的通航河流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